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来自于Slay Digital的FG Stress 大家好,我是Alex Slay Digital这个Virtual Mix Rack虚拟混音机架 这个插件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组件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去讲一讲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实际上模拟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设备 当然也有他们自己自创的一些这种组件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叫FG Stress 但是一看这个样子你应该就知道它是模拟的那块硬件 就是Imperical Labs的Distressor 因为这个白色的这个旋钮实在是太醒目 而且太容易识别了 这Slay Digital的FG Stress实际上是大家公认的 模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Distressor的模拟 它基本上把Distressor里面特别有特色的这些功能都模拟了一遍 首先我带大家来快速的看一下它的功能 非常经典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输入输出 这个输入输出基本上帮助你调节你输入到这个插件里面的信号的多少 因为你输入的越多你可能压缩的就会越明显 然后你可以用输出底下这个圆钮去平衡你输出的音量 接下来Attack的速度Release的速度 它这个字比较小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写着Opto 10 Opto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钮放在10的位置 把这个钮放在0的位置 并且点上它这下面的很小这个字 10比1Opto 点上这个以后 它这个插件会模拟那种像光学压缩的那种特点 这个也是Distressor它的硬件上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会调整它的Release的时间 像光学压缩一样 先去释放一部分的音量 然后再慢慢释放剩一部分的音量 给你一种那种光学压缩的那种特点 而上面这个Redline呢 1%THD呢 就是告诉你 它产生的这种削波的这么一个状态 很多的时候呢 你用Distressor 你希望用它的声音的时候 往往这个1%THD呢 这灯闪一闪的时候呢 会给你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听觉的感觉 Redline呢 也可能会 你可能会喜欢 因为它是比较强的那种过载或者压缩的湿针 非常经典的这个Distressor这种表 一共有26灯 从绿到橙 红 下面这个Ratio Button 你可以点 就是比例 从1比1 就是完全没有用它的压缩的功能 只是过它的输入输出 到2比1 3比1 一直往后 最后一个Nuke 这个Nuke就是一个非常高的 非常硬的这种曲线 所有的压缩都听见会比较硬了 下面这个呢 有Detector 实际上是它的侧链 HP呢 就是相当于把你的低频的部分 去掉一些 从你的sidechain里面去掉一些 这样的话 你的压缩就不会去压这个低频 而下面这个按钮呢 是中频 稍微鼓起了一些 这样的话能够让你 如果你中频的声音比较的刺耳的话 你点了这个以后呢 你的压缩呢 会对你的中频产生更多反应 然后压更多的中频的声音 Link的话实际上是立体声的连接 这个如果你用它处理立体声音轨的话 你可以把Link点开 或者是不要点 点开的话呢 你左右压缩的比例 压缩的动态等等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在往右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Audio 这个Audio呢 这个也有同样的一个HP 这个HP呢 就是真实的是一个低切了 它会切掉一点点你的低频的部分 让你整个声音稍微的更干净一些 Dist2和3呢 Dist2应该是一个偶次谐波的这么一个声音 声音听起来会更饱满一些 Dist3呢 是基次谐波 也就是会让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更硬一些 尤其是在Bass呀 或者在低频的地方使用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的声音更好 更自然的去延展到你的高频部分一点点 如果你想去解决那些 比如说你怎么混音你的低频 在手机或者那些低频不太好的设备上 都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Dist3 加上以后呢 它会稍微的多一些 最后有干尸信号混合的这么一个声音 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来听一下鼓的声音 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们就不去演示很多的乐器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 确实可以用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甚至包括硬一些的人声呢 都可以给你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先听一下鼓 没有的 没有的 你看把它加进去 咱们先放到百分之百的失声 我把我的Tag稍微的降低一些 Release呢很低 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它给了你那种 好像把空间感都带出来了 听起来像加了一些那种房间混响一样的感觉 因为很多那些细节的声音呢 都被这个压缩给提起来了 如果你把Attack放得很长的话 你所有的这些音头啊 这些Transient就会出了很多 注意那个查呀 还有那个鼻鼓的部分 降低会控制好一些 Release呢非常非常明显 如果你把它推高了以后 你整个鼓就全被压下来 就不是那么闹腾 对比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试一个稍微夸张一点设置 我呢会非常多的推进去 我会让它一直差不多压到10 47个Db的地方 用比较快的Tile 比较快的Release 同时平衡音量 你会觉得声音开始有点烈了的感觉 这时候呢用Mix把它混合来 听一下 这是原来的 现在我们用的差不多是50%的试声 50%的干声 我们把它换到20比1 或者换到Luc 试一下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鼓的干声背后 稍微多的那些 那种特别有意思 那种影子的那种感觉 如果完全是声是这种声音 这个Audio里面的这个HP呢 点完了以后 经常你会发现你的底鼓稍微的变得紧一些 因为它会把下面差不多80赫兹 或者60赫兹以下的声音稍微去除一些 听起来反而会稍微的干净硬朗一点 好 我们把Bass放着 听一下Bass的声音 只听Bass的话是这样的声音 如果没有压缩的 Bass我一般用Distressor用的时候 是很快的Attack 然后呢 B Attack稍微慢一点点的Release 差不多1和2这样的吧 然后呢 我会尽可能多去推进一些输入 这样的话 它音头会很明显 同时带一点点点点过载的感觉 同时我会把Dist3打开 这样的话 你的Bass的声音会向它的高频部分稍微的延展一些 这也是一个斜拨会给你带的那种感觉吧 加在一起 费 이전了 多时间来说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Distressor的模拟 也是很多人用过以后 公认非常高品质的一个 如果你是在用 Slay Digital的这个插件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不用太多 去寻找其他的 Distressor的解决方案了 因为这个就已经足够好了 而且这个插件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万能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 调整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试用一下 好吧 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拜拜